56歲的馬德宗和太太張猶蘭的26歲獨仔馬在雙 近年跟著爸爸進軍娛樂圈發展 網民大多數都認為馬在雙只是遺傳到爸爸的高度部分 但樣貌和年紀並不相符 而最近有網民在佛山偶遇馬德宗兩父子 相片中可以見到馬德宗和兒子馬在雙正在某一間店舖中埋單 而馬德宗就穿著黑色的背心 展現了大隻的麒麟臂 另外兒子就穿著間調的T-shirt 兼斜戴著鏡帽和圓瓜眼鏡 打扮相和爸爸比斯文好多 不過馬在雙側面的樣子又再次成為了討論的焦點 資深演員黃一飛曾經是周星馳電影的御用配角 日前他迎來82歲的生日 黃一生在微博曬出生日會的相片 在相片中可以見到 壽星馳黃一飛全身紅蕩蕩好喜慶 除了頸上掛著巨型肉牌之外 手上還帶了金鏢 多寸佛珠和巨型翡翠戒指 相當富貴 而黃一生還上台獻唱足獸 壽星馳黃一飛也有職場高歌 雖然她已經82歲 但仍還中氣十足 眾人更加送上金壽土 金碼等等 哄到黃一飛非常之開心 日度被人說是內地飲食業巨子的蔡其進 2014年離開了TPB之後就北上做生意 曾經都很風光 有人爆料說她身家暴障 四年買兩層樓 但之後就好像不太順利 之前開的米線店、火鍋店、美容院 全部都倒閉 日前她再宣布雞腳店都準備倒閉 不過她還充滿正能量 打算轉型做直播帶貨和網商 有網民看完片之後就留言說 想支持她的雞腳店 而蔡其進就回覆她說 準備倒閉了 在2020年同經理人旅程中奉子成婚的莊韻晴 在26日突然發出律師聲明 說在去年7月起已經正式訓居 他們正辦理離婚手續 她有提到曾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兒子就被爸爸帶去台灣來威脅她 還說自己飽受情緒勒索的惶恐 言語暴力的傷痛之中 說她寧願勇敢承認自己婚姻失敗 都不願意 活在每天被威脅 被情緒勒索 道德綁架的日子 又說甚至原本用來監察孩子 被家情況的CCTV 最終成為了要被公開生物私隱的要脅工具 所以為了兒子和她的安全著想 她必須要拿出勇氣 將這段婚姻畫上句號 二年53歲的陳豪和43歲老婆陳一薇 在2013年結婚 婚後一家五口都很幸福 每逢暑假陳一薇都會一拖衣 帶著三位寶貝子女出去玩 今個暑假陳一薇就獨力帶著三個子女 回自己老家加拿大 並在IG曬出和子女玩的相片和影片 留言指說烈日當空之下 和子女在戶外都相當辛苦 即使買了沙冰 和士多啤梨雪糕蛋糕燒雪 但依然不太好受 亦令到獨自臭小朋友的她好掛著老公 提提大家 香港01號食玩飛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Tr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成5% 連結放在資訊欄 精打細算的你 不要錯過了 若要我沿路掛著城市真狀 恭喜恭喜 生意越造越大 想頭多多的何家敬 繼續拓展她的生意王國 日前她宣布在 極家莊設咖啡店 現正進行事業 客人都可以即場彈結他 她只希望將極家莊打造成 彈結他唱文歌愛好者的小天地 何家敬一早就賺到盆滿盆滿 身家有傳早已經和益 早前她被周刊爆出 以至被婚生女 被影到拖著年約4歲的餅仁女 和二次勁嫂、雙若長輩在酒樓相聚 前舞詩藝人 細細粒離巢後就轉戰內地 由演員轉型做吃播網紅 賺個盆滿盆滿 更由去年8月開始 撕得超過150磅 現在她的經銳變成甜美美女 日前細細粒分享她轉了新髮型的美照 染了新髮色的她看來更美女 還有些日本妹的感覺 令一眾網民都紛紛留言大讚 她還在留言推介這款平價的染髮劑 儘顯她省價一面 自己買染髮劑染的話 只需要50元人民幣 最近六頁樂應君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 簡中都會回香港拍電影 自從幾年前一場大病 她的身體狀況就開始令人擔憂 不過今天見她出席活動 行動依然敏捷 精神也很飽滿 看來大家可以放心 她在2019年年初 因為一次心臟檢查發現有腎石問題 為免情況惡化 進行了兩次繁複手術 更需要住院40多天 又適合4個月才康復 YT周恩婷24日出席品牌活動 說到早前擔任鄭壽民演唱會的嘉賓 她形容感覺好夢幻 因為她從來未做過演唱會嘉賓 而第一次便可以和傳奇人物合作 令到她一生難忘 她又透露自己在籌備兩套電影 很快便會公佈詳情 而被問到與環球的合約狀況 她竟然自爆 雙方原來早於去年8月已完約 不過一直未有對外透露 而自己講求導演 所以續約的首選是環球 只是她一直未有時間坐下 與環球慢慢談合約 原學家七仙宇繼續進攻娛樂圈之外 還修行正職 她近日怨婦尼撲爾出席 還在社交平台分享多段出席的片段 在片中可以見到 七師傅穿上出席人的打扮 在蔓原塔前派食物 探訪小僧人 孤兒園和雙殘中心 還在法會期間公爭 又將金條和珠寶上公彼佛探 真是非常虔誠 她還解釋為何不用剃頭 並且可以繼續擁有家庭和工作的原因 二年42歲的施海琪 出道20年仍然保持著凍齡靚樣 近年專注在內地發展的她工作節不停 早前她就聯同幾位歌手在汕頭舉行音樂會 更獻將她初出道時的經典作 其樂里維斯回信 不少網民都大讚她唱功大有進步 不過也有人將焦點放在薛凱琪的造型上 穿著老貝連身裙的她戴上手套 再加上一頭卷髮 有網民笑話 插一條球點裙就變成小鳳姐了 鄭紀瑤今天出席有關足球的活動 她因為警爆身材 在球迷和馬迷之間擁有極高人氣 今天的衣著雖然保守了一點 但穿著球衣踢球時效果依然震撼 她接受訪問時就說 我不是說很抗拒大家會討論 是因為你不能阻止別人去評論 其實這是一個賣點 但當然有其他東西可以再銷售 她又坦然感情空白了一段時間 但問到有沒有追求者時 都會有認識獻童的朋友 我都不抗拒 純粹是 現在不小 所以要找一個真的對的人 是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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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